2021年我第一次来到上海 第一时间就被人推荐去外滩 不加嘴 随后被压力最多的就是徐家慧 然后我就被徐家慧巨大无比的地铁站给震惊了 在拥挤的人群中活活绕了一个多小时了都没出来 虽然记忆已经很模糊了 但我对徐家慧的繁华还是印象深刻 但是当时的我其实并不知道 那个徐家慧已经是余温暂存了 城市的发展犹如潮起潮落 这片土地时刻上演着新人校 九轮扩着戏马 发展太早的徐家慧如今也难以先发烈士 就让男人三十陷入掉头发的中年危机 所以今天这期板块谈谜 我们就聊一下黄托生发 呸 聊一下徐家慧的中年危机 徐家慧位于上海中部区域 曾经是上海四大城市副中心之一 如今是当之无愧的市中心 板块一席是内环 以北紧挨赵家帮路和滑海中路 以东为丰林路 南边则是零林路与内环 多达七条轨桥从区域内穿过 每一条都是上海的黄金路线 四通八达 让人羡慕的是 在未来的规划里还会新增两根地铁线 通往米航开发区的23号线 以及途经古北京虹桥国展中心 虹桥商务区的25号线 变态密的轨交往 加上曹西北路 华山路 赵家帮路等多条主干道交织起的公路啊 许家会的交通优势堪比开挂 当然开挂的人离不开优良的基因 许家会这个名字的由来就不简单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去世后 安葬在这里 其后代也在这里繁衍深息 所以命名为许家会 这里曾是国人稀学的重要窗口 路多名人均在这里 留下历史痕迹 至今在横幅历史风貌区 保留着大约2000多栋历史建筑 空气中仿佛都能秀出浓厚的文化底蕴 所以曾经的上海人 对住在许家会这件事 异常向往 毕竟这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 更关键的是这里的李字 它居然也不差 因为这里曾经的商业繁荣度在上海 也是首屈一指 这里有曾经上海最赚钱的百货公司 1993年开业的太平洋百货 随后在1999年港会广场落地 港会广场虽然厚道 但对许家会来说 它的出现其实更具代表性 因为在当时四家车还不多的市场背景下 港会广场潜瞻性地修建了 1400多个地下停车位 这让当时消费能力不低的市民们 分之塌来 再加上地铁一号线通车带来的便捷交通 大众消费者也更运引来学家会逛逛 不同的策略将不同的消费者通通网络 学家会就此一跃成为上海商圈的金字塔尖 那段时间学家会的人气非常非常旺 相处在家定松江的市民特别爱来 甚至连很多外地游客都会慕名前来打卡 就像2012年的我那样 另外学家会地下密集的地铁过道里 以前是有很多小餐饭的 市井味特别足 再加上那个生命在外的学家会 太平洋数码广场 这些复杂的商业体系和在一起 所创造出的商业氛围 混乱又迷人 市井又摩登 恰似当时上海的缩影 学家会就这样成为一个 极富活力与魅力的板块 于是这里的房价 在那个浮华的年代 也随之改了高位 比如当时单价1.7万的兆峰地景院 1.4万的尊元 这个价格现在看来好像是个弟弟 但要知道那个时候 黄浦边的房子都只要八九千亿平米 在学家会面前根本排不上号 不过真正让学家会走上巅峰的 是上海西南郊区的飞锁发展 例如松江米航 尤其是米航的义军突起 这里在发展初期产业聚集 人口爆炸 但商业的商业配套 一时半会儿又跟不上 消费需求全部外溢到了繁华的许家会 但是后面的剧情发展 就像得了天下的中间雄霸那样 尘也风云 代也风云 许家会在2009年之后 遇到了低潮 一方面因为互联网的热潮 让线上购物成为新宠 线下流量受到了很大冲击 再者就是例如米航这样的周边地区 开始了产城融合的发展模式 让当地居民对出 许家会这样的设计商圈 不再高度依赖 以新装为例 这个距离许家会 大约10公里左右的商圈 目前拥有5着4万方的商业体量 几乎和许家会持平 包括像古美美龙地区的南方商圈 也已经成为上海西南部的 代表性商圈 甚至再远一点的七宝 也都有了非常成熟的商业体 而许家会就像一个职场的中间老兵 面对公司新招的985 211一个个年轻又便宜 别说针锋 就连自己手上的份额 都快被瓜分得一干二净 而且自从上海举办了设计会之后 轨交地铁的数量大幅增加 很多地铁站旁边 都建起了大级商场 市中心所有的商圈 对于周边地区的辐射力 都开始减弱 而市区边缘位置的商圈 成了很多郊区的首选 原本在上海西南角独霸的许家会 就变得没啥吸引力了 党会美罗城的新鲜感褪去 太平洋和汇晶甚至老的 都跟不上时代了 更别说许家会 还要面对学会滨江的内部竞争 不论是改善还是高端购房者 从拥挤的城市 搬到滨江生活的吸引力 是无法拒绝的 无论是商业还是楼市 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 这些都是许家会中年危机的根源 那怎么办呢 改变就是许家会唯一的出路 最立竿见影的改变 就是新建的空中连郎 它将几大商场全部连接起来 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交通 更放松的休憩 更壮观的视野 在共享人气 商业共赢 以及人车分流的同时 又创造了一个绿色生态 有景观标志性的城市新形象 在这里走一圈 逛完几个大型商场 还可以到边上的天耀桥路 买点网红小吃 去衡山路上逛一逛小店 或者是去酒吧 喝上一杯 而连郎串起的商场 也都有不小的改变 被成为徐汇顶格球的美罗城 商业布局也开始改变 从以前一个卖电脑成品的 实用性商城 转变成一个更吸引人气的 网红潮店聚集地 而在初期的营销上 美罗城也格外重视手店效应 在2017年 就做到了商场近四成的品牌 为上海手店 甚至全国手店 另外港会恒隆广场 也迎来了改变 旧的大台阶被拆除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露天广场 人群在这里更衣聚集 食材外力面 改为玻璃幕墙 烘透的效果 能更好的展示品牌 历时三年的改造 让港会高端品牌的数量 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紧接着上海600 也要进行更新改造 当然最受人关注的 还是学家会中心ITC 项目定位 是上海第一的城市综合体 总面积约为70.6万平方米 拥有普希最高的 370米地坛建筑 建成后将超越白银广场 液态包括五星级酒店 商业体验旗舰店 儿童体验中心 IMAX 剧院等多种液态 让人期待拉满 总之城市更新后的学家会 既保持了原有的小资 体验上做了大幅升级 辩则通 通则存 存则强 学家会的改变 充满决心不可谓不彻底 但有时候 命运就是来拎着奴隶的人 多兜两圈 破釜成熟的学家会商业 偏偏又遇上疫情 最近三年来 线下商业可以说 形势严峻 学家会更是如此 因为这里人口密集 流动复杂 办公居住购物旅游的人 难免混在一起 即便现在上海已经恢复出行 在我们拍摄的当天 这里依然还无法堂食 实在饿得坚持不下去了 只能点个啃的鸡 坐在路边啃鸡腿 变拍了 更别说餐饮之外的业态了 比如一山路大片的家居品牌 更加深受影响 即便我们看到这里的街道 已经在慢慢恢复热闹 外卖小哥组成的车流 也在告诉我们 有无数年轻白领 已经在这里恢复了办公 危机并没有动摇大众 在这里扎根的基本盘 但是学家会想要重回 人头攒动 细细扬扬的巅峰时刻 恐怕还要等上一段时间 当然这并不是学家会的一家之苦 现在经济的复苏 是所有城市面对疫情的重要考题 而学家会的优势在于 哪怕是它的商业暂时低迷 它依然有其他板块 无法取代的优势 首先是这里的教育资源 是真的负 会师小学 学会中学 南洋模范 这些都是上海民企 响当当的学校 如果我们要把区域内 所有的学校都拍一遍 大半天可能都不够 对于这里的孩子来说 哪怕你小学读的是 红桥路校 也能对付上学会中学 或是南模 强大的教育资源 让学家会的学区房 特别受欢迎 特别是像乐山新村 这样的老工房 另外除了教育资源外 学家会的医疗资源 在上海也是名列前茅 板块内总共有七家医院 其中 种油医院 中山医院 都是民生在外的三家医院 不过在楼市层面上 学家会一直算不上热门 除了永兴城开过一次盘之外 印象中好像就再也没有 新房出现过了 板块主力的居住产品 就是老房子 加为数不多的次行房 而且由于板块发展的比较早 老房子这样的比重非常大 例如在板块以北 以及七号县 东安路站附近的老小区 总价最低仅300万出头 比如仅些小区 当然居住条件就比较差了 其次比较有代表性的 像乐山新村 天平小区 南单小区等等 主流价格在500 到700万上下 两房的选择会更多一点 有不少老人都居住在这片区域 天气清朗的时候 在学家会公园内 还能看到不少年长者 在溜弯 所以如果你要选择次行房 那么学家会能提供的选择 其实比较有些 那一方面品质不错的次行房 面积都非常大 总价也特别高 比如东方曼哈顿 中凯城市之光 从过往的成交来看 都是2000万上下的级别 而且你还会碰到 不少奇奇怪怪的户型 还是以东方曼哈顿举例 罗高体量大 但户型很奇怪 在板块内的口碑 未必比得过太得远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靠建宜山乐的居住团 这里是一个 以家居家装产业为主的区域 相比学家会核心区域 这里更加低调 更像是核心区的 一个住宅配套板块 房价也要更便宜一些 比如虹桥乐亭 共往一套100平左右的房源 成交总价 大概在1300万到1500万左右 这一区域靠沿街底商 光启城 地铁三四号线等配套设施 都能保证便利的日常生活 当然无论是贵还是便宜的 学家会的次心挂贷量 都非常非常少 所以在这里买房 不光需要充足的预算 可能还需要一点运气 才能遇到自己中意的房子 总之从我的个人角度看 如果你不是一个 非常喜欢热闹的人 如果你对学家会的 历史文脉没有执念 可能比较高的价位下 学会兵将会是一个 更加好的选择 如果你是预算不多年轻人 那学家会大片房龄过老的房子 也不一定能满足你的所有需求 产品呢 青黄不接 定位不干不干 商业又暂时陷入瓶颈 学家会的终点危机 好像真的很难过去 但是当我看到学家会的建筑 在阳光中一一生辉 历久迷新 我才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比我们很多人都要连长 他们经历过的事情 不管人前人后 一定有太多太多 不夸张地说 几乎所有在上海生活过的人 在学家会都有会议 你可能在这里排过长队等海底捞 也可能在这里被电脑城的某个商家小坑过 或是在公园里有过一次告白 哪怕是小如这家白玉兰面包店 即便是好多年都没吃了 它的味道 依然会刻进上海百姓的心理 不管是璀璨华丽的学家会中心 还是普世无华的学家会体育公园 尽管历经城府 这些建筑群依然屹立 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 肩负起城市的发展 他们自然也会用自己的方式 度过 属于自己的中年危机 学家会的确变了 变得没有以前那么耀眼的 但不变的 它依然 还是那个无人可替的 学家会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做好的话 不妨转发点赞评论 我是刘娃 关注我和城市一起进步 我们下期再见